在4月16日 西九龍裁判法院法庭 判處2019年8月18日 在流水式集會案中9名民主派人士的刑罰 何俊仁和楊森在離開法庭時表示 和平集會是受到法律的保護 以前的案例也只是罰款或是緩刑 但是這次兩刑的起點是8個月 令人無法相信 對此感到失望和震驚 不敗罪會提出上訴 西九龍裁判法院今天就818維園流水式集會案 的9名民主派人士的判刑如下 黎智英和李卓人各判囚12個月即時監禁 吳海宇判囚12個月緩刑24個月 梁國雄判囚18個月即時監禁 何修蘭判囚8個月即時監禁 梁耀忠判囚8個月緩刑12個月 李柱銘判囚11個月緩刑24個月 何俊仁判囚12個月緩刑24個月 歐樂軒判囚10個月即時監禁 楊森判囚12個月緩刑12個月 執業律師何俊仁和楊森在離開法庭時對記者表示 在國際法或人權法的框架下 李星及和平集會是應該得到尊重 以往這些集會一般都不會被起訴 今次對法官兩刑時所採取的原則和觀點感到驚訝 完全是從非常負面的角度去對待集會遊行 令人無法相信 並且震驚幾年前的判囚都只是罰款或緩刑 但今次判刑量的刑起點是8個月 對此感到非常失望 法官胡雅文稱判刑並不考慮被告的政治信念 他們是知名人士在人群中顯眼 會鼓勵其他人違法 認為判處即時監禁是唯一適合的刑罰 當日大概有100人出席了法庭的旁聽 因此再次判斷了法庭的旁聽 請教官兩刑都選擇了法庭的旁聽 如果是在法庭的旁聽 你請教官兩刑領方庭的旁聽 那一刑 你不知心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